你 你怎么去跑组了 调部门了 花姐说让我熟悉熟悉 剧组的工作流程 等你进组 我就作为执行经纪 一起过去 花姐居然没开除你 还让你跟我进组 他开除我干吗呀 他只是让我还两天 我还真以为 我能休息两天呢 结果你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 不过 我得谢谢你今天帮了我 可是你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 不能再这么冲动了 今天是花姐在 万一花姐不在呢 你要跟她动手啊 你是明星 你要保护好自己 万一被拍到了 我可能就真得走人了 不对 是被开除 都没办法挽回了 把咖啡机也带上吧 比现买方便 对了 你没有热水壶 我给你现买一个 好 好 好 我 你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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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书桌的抽屉 你去追给我自己来 是最后的忧郁 带上你留给我 最后的脾气 简单打扮和熟悉 身上戏中散得停 今天你能否满意 穿过欢笑的人群 最美丽依然是你 知情在我心里 你无法代替 这场热闹的婚礼 被我收藏在记忆 离开是我的结局 即使眼神旁离醒 你无言无解无语 还好无论 就有情绪 只存在拥抱日子 你无心 我无论 只能所有我 从你都遭遇 冷玉老师辛苦了 先休息一下 我们下午两点围堵 对了 我们的女号是谁啊 房间开好了是吧 请 她不是你们逗来逗去的工具 卡卡卡 老爷 你怎么能躲的 你这反应不对啊 导演 咱们剧本不是这么写的 冯一 李老师这段戏加得非常好 很有张力 你这反应是明显不对的呀 你跟他女儿谈恋爱 是正当行为 是李老师觉得 你接近他的女儿 有其他目的 但你是有底气的呀 所以不管他说什么 你都得拿出你的气势来 你得进入角色 明白吗 不是 导演 我们剧本上不是这么写的 剧本上应该是 校长客气地询问 李方明跟萍萍的关系 知道真相后 校长痛心疾首才是 他怎么能泼水呢 小姑娘 你现在虽然是艺人的经纪人 你应该不太懂戏吧 剧本中这场戏 写得太平了 我作为父亲 得知自己的女儿背着我 跟我竞争对手的徒弟谈恋 首先我肯定会感到很镇静 然后我会怀疑这小子 是有目的地接近我女儿 所以我肯定会质问他 最后我会担心 我们父辈的这种恩怨关系 会影响到他们的关系 导致我女儿受伤 导演也知道 演员在表演的时候 演员的情感 他是有层次的 他需要有一种递进的关系 才能表演下去 可是导演 好的 老师 我知道了 冯逸 你得学会随机应变呀 你看李老师对这个人物的分析 多透彻 你就是不够投入 你得进入状态 要记住 你是有底气的 你的底气是很足的 抓紧时间调整一下 咱们再来一条 好嘞 化妆 补补妆 来了 来了 这两天现场拍摄怎么样 没出什么问题吧 这两天都是正常拍摄 没出什么问题 也没有超时 他跟剧组的工作人员 处得也挺好的 对了 化妆 而且 龙衣好像跟那个空降的女演员 提早就认识 这个事我已经知道了 要是有其他问题 记得随时跟我沟通 好 花姐 你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龙衣的 对了 我有个事得通知你 你在现场盯着点拍摄进度 看看有没有可以压缩的空间 咱们得提前五天杀青 才能赶得上 时尚芭蕉封面的拍摄到期 这个杂志的重要程度 不用我跟你说了吧 只要拍完这个封面 龙衣的时尚资源 那可就更上一个台阶了 不是 花姐 要提前五天杀青 可是我们给了七十五天的 拍摄时间啊 这个不用你管 合同的事情公司会解决 你呢 就负责在现场 催着点拍摄进度 给剧组点压力 为咱们提前杀青 争取时间 可是花姐 可是什么呀 现场有问题吗 没有 没什么问题 我想办法 行吧 先这样 好 龙衣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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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坐会儿 你不介意吧 听说你那场戏甩到明天了 哎呀 我不会演嘛 就一句词啊 好吧 我也不怕承认 我就是故意的 他真的很烦啊 比老迈老 自己没演得多好 还老欺负演员 可说你两句啊 这是在工作 别耍脾气 好吗 好吗 明天一变果 反正就一句词嘛 龙衣哥哥 我今天也辛苦了一整天 我们去吃好吃的吧 就吃我上次说的那家 龙衣哥哥 你就不怕是副导演找你啊